我們看這一題 他現在通過一點 這隨便畫 A 這一點是305 且和這兩個平面 這一個叫做E1 那這個叫E2 他都互相垂直平面的 均垂直的平面拍 那麼他的方法是說 首先這個平面拍 跟這兩個平面都互相垂直 那我這兩個平面 我往這邊看過去 看過去的話 一個這是 這是E2 一個的話 這樣看過去 一個是 E1 好那我現在的話 第三個平面 跟這兩個平面都互相垂直 那麼他的髮向量的話 也會同時垂直以為 這兩個什麼呢 平面的髮向量 這第一個平面他往下往這邊 第二個平面往下往這邊 那 第三個平面的髮向量是往這邊 這個髮向量同時 跟這兩個髮向量互相垂直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 這兩個呢 這個平面 E1是等於多少 E1它題目給說 是x 加上2y 減掉3 加2 等於 第二個平面 它上面給是 3x x 減y 加5 加7 等於 好那這N1等於多少 N1 N1就是這個髮向量 髮向量 這是N2 N1的話 是等於 1 2 負3 1 2負3 那N2 第二個平面的髮向量是 3負1 3負1 那麼這個 Pi 這個平面呢 它的髮向量 就是N 這個就等於 這兩個髮向量去外界 cross the N2 因為它 跟這兩個都互相垂直 所以它的髮向量 跟這兩個的髮向量 都互相垂直 我把這兩個髮向量去外界以後 得到這個髮向量 跟它垂直 同時也跟它垂直 所以這個就是 Pi的髮向量 這樣等於多少 這樣的話 YG 這個不看 這個減這個 10 減3 這是7 第二個分量是 這個減這個 這個是負9 那減掉呢 這個 這是5 這負9減5 就負14 負14 第三個分量是這個 這個減這個 負1 減6 32的6 負7 負7 好 那我們呢 這個可以抽出一個7 這個髮向量跟什麼 跟這個向量平行 1 負2 跟負1 那這個也可以當成 這個平面的髮向量 只要你方向固定就可以了 長度呢 長短無所謂 好 那這樣呢 這個Pi 它的方程式 就多少 就一個是 減掉 2Y 2Y 再減掉 我令它是等於K 那這個方程式通過這一點 我就把這一點帶進來 就得到 得到3 減2乘以0 再減掉5 所以是3減7 3減7是負4 3減7是負4 所以就得到 這個方程式是等於多少 0 0 減1 等於多少 這是305 沒錯 3 0 5 3 哦減0 3減0 再減5 所以是負2 我這裡算錯 這裡是0 這不是1 所以這是負2 所以答案好知道 這x 減2y 減1 等於負2 這個就是最後的答案